男生哪些行为在女生看来很屌丝 你中了几个 一、亲爱的小鬼 和机网恋的女朋友奔现的时候 小姑娘临走的时候推心 致富的跟我说了一句 我最讨厌的就是喜欢大声训斥女生的男生 即使你长一张吴彦祖的脸 我也觉得很恶心 而且很让人厌恶 但是还好你不是 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二、拿魔佛 你哪儿的啊 有没有男朋友 多大了啊 发个照片看一看 没有就现在拍呗 自以为是的大男子主义是最让女生反感的 上来了就没有礼貌的要照片 或者是发自己的自以为 很好看的照片都是很无知很没有礼貌的表现 明明是个非主流少年 障碍家族的虾冰蟹酱 还想着在女生面前装逼 达到炫耀的目的 三、嘴炮满嘴跑火车 下次带你去哪里哪里啊 下次次给你买口红 下次给你带一套护肤品 现在的女生完全不会吃这一套好吗 不仅如此 而且还不温柔 不细心 不体贴 女生谈恋爱不是要一个祖宗 女生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好吗 那种持有女人离了男人 就一定没活路的论到的男生请滚粗 四、装明明穿着淘宝爆款 却还想装成好品牌 老品牌的样子 恨不得走路的时候戴发梳子 戴发镜子 把油的发亮的头发再加工一下 穿着盗版的鞋 装正版的十三 脚踏实地就很好了 女生也不是很物质的 只要实实在在 干干净净的男孩子 女孩子都不在金钱上有太苛刻的要求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